105K到55K以外的更深層的民眾的一個不滿意義 這地方他也完全不疼 然後再來一個錯誤的認識 我非常訝異地聽到他竟然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民主主治是菜男大輩 我不曉得他身邊的這些政治學博士在搞什麼鬼 所有人都知道台灣修憲只有七次修了半七八糟 搞到現在變成一個僵局 然後呢 我們這次整個的事情很大的一個制度性根源 就是因為我們宣布主治出了危機 沒有辦法負荷去處理一個可能引發國內劇烈爭議的分裂的一題 因此才會導致了所謂體制外的一種循環出現 所以我想我先整個這樣來看 所以這裡面我才會說呢 我發現他剛剛說這個我們的民主體制菜男大輩的時候 我才好然大意 馬總統你說的當中公民會憲政會議 你根本不曉得知民間和同學的現在體制公民憲政會議的原因是什麼 體制公民憲政會議的原因 就是要address這個問題的制度性根源 我們現在的民主體制完全沒有參與大陸 超廣的內容都能破綻 因此必須要從憲政層次上面去從頭去檢查 那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讓行政權不要擴大 讓對於全民感到疑慮的問題的政策 希望能夠有適當的立法檢測 這東西都不是我們現在的體制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的希望 所以剛剛我以前你說你要來回應 就是有關於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這個 總統說的評估 你說呢 那這個評估是很恐怖 事實上我們在公民的發行團體 台灣的守護民主平台 早在3月24號就已經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提出了我們認為 深層會應該要提出的相關討論項目 這幾個東西呢 包括說我們認為馬總統現在已經上市了統治的正當性 應該負責政治的責任 要談的話題包括是我們憲政體制的改革 包括說我們兩岸關係的法治基礎的薄弱 包括社會經濟不正義跟體制的失靈 是這一次在福茂協議這整個爭議裡面 我們所看到的問題 那最近為什麼到現在還在評估呢 這問題已經提出好多天了 那你現在的立場分析就是如何 要不要談這些問題 我覺得馬總統今天有沒有任何的回應 最後呢 他剛剛說在提到退回福茂這些訴求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所提退回福茂 事實上我們只是要求他退 從立法院退回行政院 我們要求立法院退回行政院過後呢 由立法院來定義專法之後 行政院再來跑這個程序 進行到立法院裡面去進行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各種人民參與 國會史資審查的這種程序 那馬民眾人剛剛告訴我們說 他已經做了很多的溝通 他已經做夠多了 這已經做太多了 所以現在呢 已經沒有需要再做這個事情了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最近靖州刊的民調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認為溝通不足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認為福茂不認識福茂 為什麼 在什麼樣的認知基礎上面 馬總統認為說 馬總統認為說 沒有必要再做溝通 沒有必要再做審查呢 事實上 正因為 正因為如此 我們需要有一個好的 監督的程序 在這個程序裡面 在國會裡面 讓人民有不同的群體的人民 在國會裡面去辯論 去討論 我們到底需要怎麼樣的貿易 需要怎麼樣的條文 需要怎麼樣的產業改革 換句話 蔣總統今天是再度重申 用他的邏輯強調了 他們所謂的合法性跟合理性 但是跟你們所看見的 中間出現的問題跟破口 完全沒有做出你們所要的回應 那麼 在今天我們看到這個總統的記者會是一坨再扁 那麼中間到底有什麼樣的轉折 我們先來聽聽人家講的說法 這個報道裡面寫到 他說 學者王國昌 及學生領袖林非凡 也與其他的這個校長代表會面 討論府方做出具體教材後 活動和平最少的可能性 之後 府方再笑我一點多 再次 將這個記者會 輪到86點 再來他又說 知情人士 不願透露 林非凡等人 與大學校長協調的結果 並表示 總統府 總統府為了爭取 和平化學將決空間 願意給予決定時間思考 各位 今天 我 以及黃國昌老師 在剛剛下午 大約 四點多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次破面 我們兩個 今天一整天 甚至昨天 前天 大前天 大大大前天 完全沒有 跟任何人 任何的這個校長 會面過 這個訊息 我很遺憾 必須表示 總統府單方面的 又再放話 再一次破壞 任何 我們可能對話的這個信任基礎 現在 這些信任基礎 已經完全被 總統府 給摧毀 我們已經一再強調 我們很願意 很願意 和總統對話 我們並不是 不願意和總統對話 但是我們要的是 總統府真正釋出三億 我們要的是馬總統真正釋出三億 但是我們很遺憾 一次又一次的放話 一次又一次的抹黑 一次又一次的分化 這些小動作 無論是誰 在背後操作 我們都會遺憾 用這些小動作 並沒有辦法 跨解僵局 更沒有辦法 解決問題 唯一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式 就是馬總統 立刻出面 回應同學們的訴求 直接 面對 同學們的質問 直接 面對 我們的訴求 今天六點鐘 準時召開的記者會 可是呢 就在馬總統記者會 前一個小時 學院總指揮 林飛凡 刻意的跟中研院副研究員 黃國昌 召開記者會 那麼他們澄清了 說並沒有跟大學校長討論 所謂的和平退場機制 那麼甚至呢 也說馬總統呢 一再的拖延 記者會的時間 跟他們無關 他們也怒斥 總統府放話 企圖要來分化 跟摧毀 對話的互信基礎 哇 那個時候我被發了多慘 各位記得吧 那個時候 我就不好再轉述了 可是事件上來 AFA對台灣的貢獻很大 最近這幾年的歐債危機 如果不是AFA 能夠讓我們 對他們所涵蓋的貨品 有這些關鍵的優惠 他們還要繼續成長嗎 我們跟大陸的農產品貿易 過去一向都是逆差 去年出現了幾十年來 第一次的現場 從三億美金的逆差 變成一千萬美金的現場 為什麼 台灣的水果 台灣的石斑泥 台灣的花卉 那他們都賣得不錯啊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讓台灣人民能夠賺錢 我身為總統 我們要限制他嗎 這幾個問題 一念 請 總統 我們好想請教一下 這四個群眾的運動 他們是一個操縱 操縱 操縱他們認為自己有的兵器 以及失禮 其實我們除了喊話之外 有沒有什麼方式 去重建 所人對製作的性質 今天一個問題是關於 當我們小朋友就要說 不管你們說得再多 大家還是有很多人可以說 人貌政策是所謂的 親中賣台,這個部分的體力怎麼會反昇比較暴力? 好的,我想衝撞幾次 也許有人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呢,一定要在幾次失靈的時候 失能的時候,也許才有它的正當性 就像3213號,我們行政院沒有失能也沒有失靈 似乎還沒有到這樣的程度 比如說,胡茂是親中賣台 我還是問一句問題,他哪裡親中賣了什麼台 有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們 我稍微多說幾句話 就說,我不知道您有這個問題,您可不可以告訴我 胡茂隨意親了什麼中賣了什麼台 就不知道 或者是有人偷你問的話,他有沒有告訴你 我很好奇欸 因為你一個人問都是,只喊一個口號 賣台?賣的什麼台? 賣的電視台 看過網友的 然後是很多人在網路上的 我知道,我有一個看 但是,我也看了很多男人包 其實很多 這個,男人包 媽媽 工程師的年薪百萬起跳很平常 不過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工程師找上創投作為創業平台 凭著軟體設計的創意跟在科技界的經驗 設計新產品自己當老闆 像是有兩位從紅拔店出身的主管跟工程師 現在做起了智慧型電源管理器以及約會APP 他們說,創業不只要有紅拔店的略業經驗 還得開始學習財務跟行銷 APP有訊息,但不是爛成來的 這是號稱最純情的約會APP Suite 這個APP就是專門給行銷員使用的 它是一個讓行銷員可以分享他們所有心情的一個共享空間 一個私密的 它有一個使用者是說 他跟男朋友吵架的時候 只要打開這個APP就會慢慢氣一下 去年六月上架 目前大約有六萬元下載 可以記載男女朋友交往過程的點點滴滴 也可以上傳照片 還可以像LINE一樣互傳訊息 能買貼圖使用 要去哪裡約會 APP也有建議形成 設計創意 就來自前紅打店軟體工程師黃建兵 你覺得那種感覺是多大不一樣 等到你自己要去亂一家公司的時候 我會覺得紅打店蠻厲害的 就是因為要成立一些公司 然後這樣公司測量到那麼大的地步 是不容易的這樣子 對,像比如說我等一下要自己開發程式 對,然後也需要做客服跟那個使用者去聯絡 去溝通,去了解他們對場面的想法 然後也需要做一些像Marketing的動作 放下百萬年新自己出來創業的 還有這一位曾紅打店主管柯志文 透過手機APP就可以控制電器開關 但最厲害的是可以幫你算出電費 因為現在是二十幾瓦 所以一年算下來 你可能大概是接近七八百塊錢左右的電費 手電的秘密 就在這一個長得像放大版的iPhone轉接插頭 其實是一個裝有IC晶片的智慧型電源管理器 等到我們後面的雲端功能完成了以後 還可以根據你的使用的頻率 例如說你一天其實只用兩個小時的話 實際上一年下來 實際上你其實只是用了大概是十二分之一的這個時間 根據這樣的需求來讓這個電費的計算能夠更加的精準 柯志文在紅打店工作時 是旗艦機ONE的設計團隊主管之一 同樣放下百萬年薪 出來自己創業 他說要趁年薪實踐更多的募場 通常大概來做做工程師 做產品把研發出來 怎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反年薪的部分該怎麼辦 然後如果是要去跟人家募資 該到底要注重什麼 其實太多太多能力根本就是 你可能只有聽過啊 你也完全摸不到的 一般在一家公司裡面 你再怎麼歷練 也沒有機會碰到的事情 但是你要創業 你就通通都得要去碰這一塊 像他們這樣放棄上班族 針線的百萬年薪 寧願出來闖一片天的工程師 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他們找上創投當創業顧問和平台 大家就在一個大辦公室裡打拼 這間辦公室裡就有十來個 都是出自紅打店連八科等 有著大公司經驗 口袋也已經存了一筆錢 這群新老闆 用他們在科技業的實力 一步步達成夢想 TBBC新聞 文華麟子逆評 發訓家台北報導 而Google的智慧眼鏡 在推出之後 雖然適用的評價還不錯 不過外形被批評太中規中矩了 不夠時尚 所以現在Google就宣布 要跟意大利眼鏡集團合作 這家公司是知名的眼鏡品牌 雷鵬跟歐克利的製造商 接下來要幫Google的眼鏡 進行外形大改造 這是你印象中的Google眼鏡 未來它將會變得像雷鵬眼鏡一樣時尚 Google宣布和全球眼鏡拒搏 意大利品牌捷鵬 協助設計生產 讓Google眼鏡變得更潮 意大利集團羅薩奧迪卡 已經有50年歷史 也是知名品牌雷鵬和歐克利的製造商 過去Google眼鏡被嫌呆版 戴起來像書呆子 和意大利品牌合作 何妄改善眼鏡外形 羅薩奧迪卡集團在全美有5000個透露 也將幫助Google打進一般消費市場 Google對外賣關子 還沒有宣布開買日期 過去改頭畫面的Google眼鏡 售價1500美元 約4.5萬台幣 最快年底上市 TVBS新聞綜合報導